答案 来啊 来啊 你这是干吗呢 怎么这么慢啊 桃然 你怎么来了 把门关上啊 天哪 你怎么走路还这样呢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昨天还跟我几个同学聚会 我不知道怎么着就可以喝多了 你这是喝了多少 开始喝啤酒 然后他们开始炫富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绪怎么就不对了 然后就开始跟他们拼白酒 完了以后这几个女同学一上来 还有点小资情调 就喝红酒 还有这些什么都喝了 喝了什么多少我都不知道 行了你别说了这样吧 我带你吃点早点的喝点小米粥 你现在别提了 一提喝到我想拖 这样吧 我有一朋友 我给他叫来 给你做点什么养肝的东西 解解酒吧 你再歇会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你也起来洗洗吧 人一会儿大会儿到了 咱俩人打他下手怎么的 不行 就能拿回来 我说这样舒服一点 你看人家来了 我先开门一下 你去吧 我去 来了 快快快 快进来 真 我跟你说 辛苦你了 我这一朋友喝多了 起来了 人家来了 你能不能摸个 你好 坐坐坐坐 你好 不好意思啊 这喝多了 他实在难受 我说养他出去吧 他也不去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据说你这能做这个解酒的吃的 你要不帮我 我都会做两个解酒养肝菜 你这样你买什么我给你去 你跟人家好好收拾收拾 可以吗 你跟人收拾收拾 没事 别客气 都是朋友 那行 那我再洗净酒 然后你们去买点菜 好 回来我们一起做好吗 没问题 回来你可觉这样了 走走 咱先走 来 好 那谢谢啊 哎呀 我们可回来了 都买点什么呀 我这个呀 我先给你揭秘 他这有一身器 什么呀 先给你做一个南瓜汤 南瓜汤 对 因为南瓜对你的肝很好 好 养肝是吧 对 好 好 来 那我们开始做吧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开始了 OK 没问题 这是可以解酒吗 这个 对 因为酒伤肝嘛 然后南瓜会对肝比较好 我还以为是奶油解酒呢 其实奶对肝也很好 这其实就是喝多了 一是难受 但主要是对这个肝的损伤比较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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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受的话你明天就好了 但是肝的话你不是明天就好了 就得养一养 咱们去了吧 我们来帮忙 对 对 对 所以要吃一些对肝好的东西 好像长期饮酒会有一些的 比如脂肪肝啊 什么酒精肝啊 酒精肝啊 这个 就是长期喝大酒 对肝是非常不好 所以饮酒一定要适量就是 少喝吧以后还是 这甜甜甜甜会喝这么多 是 是 是 再说实话我觉得 这个南瓜 我知道它比较养味南瓜 但其实它有护肝的这个作用 我还是头一会知道 还真是 对 这个南瓜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就是 对肝啊 包括酱糖啊都很好 那我要直接蒸呢 蒸也可以啊 但是蒸南瓜 没这么太多味道 就像就是蒸白薯啊 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 太单一了是吧 太单一了 我们还有胡萝卜 胡萝卜也是 有一半也可以 这个动作平时可以做 但是喝完酒以后 千万不要 对啊 太危险了 就这个 一般人哄不过这个 这个不要生理模仿 胡萝卜对人身体好像也挺好的 对 因为其实 伤肝的话一样会伤眼 对 我就说嘛 就是 原来这个伤肝也要伤到眼睛 对啊 所以喝完酒 你会看得不太清楚吗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南瓜 还有胡萝卜煮一下 那来烧一锅水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喝完酒第二天 就自己做东西 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但是又不能不吃 不吃的话好像养不了 就光空腹的话会 反而那个适得其反 是不是 当然要 当然要吃东西 一定要吃东西 对 一定要吃东西 这个胡萝卜酒切切段 都可以 都切块就行了 都可以 先咱先煮 把这个煮了 先煮 然后煮的时候呢 我们再放一点香芹 就香芹 对 香芹 直接丢一会儿 直接放进来 也可以 然后还有一些枸杞 枸杞 对 都是补一些的 够羊的 对 你需要补一补 好 我们大概煮15分钟 这个煮了15分钟了 OK 没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拿出来 我们给它打成泥 打成泥 打碎 我感觉今天在做的是病号饭 喝的是流食的感觉 这本身就是做一个汤嘛 先暖一下胃 是 好像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做的 这个感觉不像是那个 就是酒后也能喝这些的 同时就是比如说 可能生病啊 或者觉得身体肠胃啊 不太舒服 喝这个也非常好 都可以 都可以 平时都可以 这个菜就不用放进去了 主要是把刚才咱们切断了的 那个南瓜 胡萝卜 然后还有一些枸杞放进来 保留这些有营养的东西 对 这油碗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打成泥 然后我们给它放在碗里 可是这个不是奶油南瓜汤吗 对 奶油我们还没有放 我们先把这个南瓜和胡萝卜 处理好了之后 然后再做奶油 对 咱们有没有奶油呀 有 有 有 这个是淡奶油是吗 对 奶油 这个就可以是吧 可以 这个打成泥以后呢 接下来做什么呀 我们其实已经基本做好 然后我们但是有没有 给它调一下味道就是 调味道 对 因为现在还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放 哦 好 那也要再把这个锅烧热了 在锅里 对 我们要再放在锅里 那其实这是我们刚才不是 已经做热的吗 为什么 那现在它其实温度是够的 温度够 但是我们要调味道 调味道还需要再高温的 对 然后如果你不煮的话 如果不煮的话 它味道是没法均匀的 哦 明白明白 所以还是要再回锅里面再煮 对 我们加一勺奶油 随着温度上升这个奶油 才会融化得非常的完全 对 奶油融化了之后 我们要加一点盐是吧 对 我们调味道加一些盐 哦 对 稍微一点点就不用特别多 好 对 胡椒也要放吗 对 一点点 哦 这里还要放胡椒 胡椒一点点 那这倒其实又有甜味 又有胡椒的味道 还有点咸味是吧 其实咸味很少 咸味少 对 好 这样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是吧 对 我们现在就已经完成了已经 好 那我们放在这里 好 谢谢 好的 好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 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缀 我们稍微装饰一下 好好好 哎 这边看着太冷落了 行 来 那我去端上桌子好吗 好 端上一会儿我们做下一打 好好好 好 那我们做第二个是什么呀 第二个我给你做一个沙拉 沙拉 对 一个煎的鸭胸沙拉 那来吧 那来吧 好 我们先把这个鸭胸稍微煎一下 那我这道就是这个煎的这种偏西式的做法是什么 对 这什么火 小火 小火煎它 中火 中火 我的手直接就下你了 是不是很烫 这个肉还不烫 这鸭肉在煎之前需要处理一下吗 就不知道能直接煎透吗 我等我煎了之后还要再切再煎 哦 还得再回一下 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加一些盐 已经开始要给它入味了 对对对 胡椒粉 一些黑胡椒 嗯 那第一遍煎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煎到整个的表皮都是硬的 表皮是硬的 对 那这边算是硬的吗 算是 就是这边的这个程度就好了 对 其实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它已经定型了之后 比原来那个肉感觉缩紧一点 对 紧实很多 有些收缩了都 对 这就是定型 对 好 再加些盐 两面都需要腌一下 对 一些胡椒 不加放这么多啊 对 因为 它入味是不是 对 要多一些味道就是 对 因为鸭胸肉本来好像没有太多的肉味 对 或者香味 对对对 因为它没有油脂 又少 对 你觉得香的肉都是有油的肉就是 所以吃这种也不容易发胖是吧 不容易发胖 但就是比如说像护肝养肝的话 对 就应该多吃一些这种的 对 好 我们切一下 好 这样就行了 对 切一下 先就第一遍已经完成了定型 两面都变色了 定型了 对 拿出来给它切一下 我们现在把这个鸭肉切一下 嗯 要这样斜着切是吧 都可以 哦 你看其实它是定型就是 这外表面基本上都熟了 对 外面熟了 其实里面还是发红的 对对对 就是没熟 所以我们现在要直接再回锅吗 对 直接回锅 然后再煎一遍 然后再煎一遍 这一遍的时候就重点要给它调味道了 对 会加一些味道 我会去去它的腥味 然后会稍微加一点酱油 哦 一点点 对 就直接 对 少油 嗯 少油健康 哎 这会儿这个鸭肉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是 有一点点那个拌着胡椒的味道了 这会儿还要再去吃腥才行 对 嗯 这是开始放白铺酒了 对 我们稍微放一些白铺酒 嗯 淋上一点 然后这样一点取腥 嗯 然后它手得有一个快性 哇 催熟呢还能 对对对 但是这会儿就一定油得少一点 要不要容易垫出 对对 少油 确实有时候这个鸭肉的这个腥臭味 会比其他的会更明显一些 对对 味道更重一些 对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高度数的酒会好一些是吧 对 切成这种小片就很容易煎熟了 对啊 然后熟了就 嗯 然后其实现在差不多已经熟了 嗯 然后我们加一些酱油来 然后我们现在先给它拿出来 嗯 然后放一会儿 哦 那晾凉的时候我们就处理一下 这个这个是什么菜呀 啊 芝麻菜 芝麻菜 哦 就拌那个沙拉经常会用到的 对对对 嗯 好 我们继续做这个压沙拉 然后我会用到梨和柚子 嗯 水果 和水果搭配的话 就是好像吃点水果也有点清新的感觉 对对啊 高香味素吧 这梨所以这个鸭肉是熟的 然后咱们梨就这样生的一起拌吗 嗯 梨也会稍微的让它热一下 也要热一下 切完了之后还要 是要煎一下炒一下 稍微煎一下 煎一下 对 把梨煎了有什么好处吗 嗯 让它的糖分出来一些 哦 甜度更高了 对 甜度更高了就是 然后口感也会更丰富一些就是 好 这个梨就是切成这样就行了 对 这个是块 也是切块 切块 跟鸭肉差不多大 差不多大 嗯 然后我们切这个柚子 柚子这就不要下锅煎了吧 这水分这么大 会稍微的 啊 也要煎一下 煎点 对 嗯 嗯 我们取它的肉就可以了 柚子还要掰碎吗 要 要做这个沙拉 对于这个柚子和梨的选择 有什么 呃 必要性吗 就是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 呃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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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们去市场买 好 我们把那个 呃 梨煎一下 然后主要是做一个 呃 汁儿 然后柚子可以配沙拉吃 哦 对 点橄榄油 稍微也就是给煎一下 对 先放梨 再放梨 对 放梨 这里要煎成什么样就可以了呢 外面一点黄 哦 我外面 略黄就可以 对 略黄 哦 这要翻一点 两面都得煎到了 对 这个好像现在开始变色了 对 开始变色 然后 再下来放什么 我们加点水 加点水 哦 加一点水 然后我们这种厨子可以加一些 呃 麦梅干 它已经有这个梨的香味出来了 嗯 然后我们加一些蜂蜜 蜂蜜 对 喝完酒以后 第二天特别想吃一些甜的东西 感觉会舒服一些 然后放柚子 随后再放柚子 对 随后放柚子 嗯 这道菜有名字吗 这个沙拉 就是煎鸭胸沙拉 煎鸭胸沙拉 对 好 我们这个煎熟的水果和梅干 放在这里之后呢 好 现在鸭胸煎好了 然后这水果也热过了 然后现在呢 直接摆盘就行了吧 这点盘也可以了 哦 这个菜是不用的 哦 好 对 沙拉 用它垫底了 对 我们把做好这个梨 放在上面 然后把我们鸭胸肉 摆在上面 我觉得这样的搭配还比较 比较让人清爽的感觉 对 对 对 我们最后再一点番茄 哦 对 最后用这个小的番茄 再点缀一下 完成 完成 好 好嘞 那我先把它端到餐桌上 好 我们做下一道菜好不好 没问题 好嘞 来 那我们做最后一道菜啊 第三道是什么菜 煎鸡腔鱼排 来吧 咱们开始吧 先切洋葱 先切洋葱 对 也是需要煎一下的 鱼排要煎 属于一个热菜吧 热菜 对 切洋葱有没有什么妙招啊 怎么切着特别容易辣眼睛啊 其实洋葱不是辣眼睛 而是呛鼻子 然后它造成的眼睛 所以流泪 然后你切洋葱的时候呢 只要不用鼻子呼吸就可以 用嘴呼吸 嘴呼吸 这样你就不呛 好 切完洋葱泡在水里哈 对 放在水里 也是去它的味道 因为洋葱比较辣 哦 辛辣味 对 那用水时候也给拔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 我好像知道一个方法 就是用冰水 好像是效果会更好 更好更好 放点冰块是不是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牛油果酱 这开牛油果的方法都一样 都一样 切一下 然后转一下 对 切一下转一下 好 我们继续做牛油果酱 其实这个牛油果的燃养价值还挺高的 对 那做的时候有没有选择 就是一定要选择熟的还是生的 当然 都选熟的吗 都选熟的 哦 对 然后我们把牛油果切碎 嗯 嗯 好 然后呢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把这个酱调一下味道 嗯 然后我们会加一些蛋黄酱 嗯 蛋黄酱 对 一勺蛋黄酱 然后酱调油 酱调油可以多一些 它有里面有益生菌 对你的肠胃会好一些 哦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蜂蜜 好 这样我们做好了 这样就做好了 对 哇 现在我们开始煎鱼是吗 对 我们开始煎鱼 这个鱼就不用处理 直接放进去就行了是吧 对对 这个鱼其实可以生吃的鱼 嗯 其实金香鱼的这个肉的这个 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吧 它只有它的腹部 会含脂肪比较多 通常我们都吃生的 然后今天吃一个稍微熟一些的 哦 在煎鱼的同时 咱们把这个柠檬处理了是吧 对 我要煎鱼的时候放一些柠檬 要去腥味 去 实际是柠檬汁还是 直接放柠檬 直接挤 挤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调味 加些盐 先生 什么程度呢 呃 还是焦焦的 哦 两面都要焦 对 胡椒 黑胡椒 这面也一样哈 拿盐和黑胡椒一样一样 对 加盐 加黑胡椒 其实这样差不多也可以了 然后我们稍微加一些柠檬 OK 这就好了 对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筋箱去切一下 好 然后切完我们就可以装盘子了就 你看其实 你看里面的颜色非常好 你看其实里面的颜色非常好 里面的颜色是那种鲜红色 看起来还挺好看的这样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颜色是最好的 最好看的 对 一样一排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我们做好酱 然后放在上面 好 然后还有洋葱 我们刚才切的洋葱 我觉得这个洋葱和配上这个金枪鱼 吃起来会瞬间让我会有一种那种通畅的感觉 整个这个神清气爽的感觉会出现 应该会精神很多 还有一些芝麻 芝麻的点缀 对 然后包裹它也很香 一点香味 对 最后我们再放一点蜂蜜 这几道菜整体都做完了是吧 对 完全都做完了 都做完了 一点都没有我觉得好像特别能 就是还有是治愈的菜心 更像那种就特别有情调和小资情感的感觉 其实这些菜平时都会吃就是对刚好 然后包括比较清爽 健康 对 健康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上桌一起吃了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那我们端过去啊 哪里边 在那里的腦袋 哪里的肩臂 哪里的肩臂 很难做 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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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他又笑 您 敢不敢 米扣彩妆潮牌 爸 妈 爸 妈 给你们买的剑布鞋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轻便又透气 陈恋轻松超越 柔软又防滑 无常 你是明星 紧买你们戏碗 中老年人就要有双剑布鞋 400-8919-925 哟 你们家水什么味儿啊 没用浸水器的 你看看 这么多水壶 你看看 我们家从大用了浸水器 水壶天天就像镜子一样 新一代浸水器 多层进化 高效去铁锈 鱼绿杂质 让您远离水购异味 有了它 米饭更香 煲汤更鲜 茶水更纯 原价258 现价188元 自信电话 400-8919-925 第七世界 威尼斯电影节 闭幕影片 一场意外的空难 马戏团猛猴小赛 幸存了下来 生存 躲避危险 寻找同伴 他将面对陌生世界 最严峻的挑战 一部由动物出演的故事片 亚马逊猛猴奇遇记 9月4日登陆全国院线 走进影院亲临一场奇妙冒险之旅 本节目中的家电 由专业高端厨电方案提供商 欧美家电赞助提供 节目中的厨棍由德国百利提供 德国百利厨具 一个工厂 一个品牌 专注厨具研发70年 全部做完了 特别感谢你 还专门跑过来 给我治愈一下 我这个酒后综合症 我们应该先从哪个吃起呢 先从 从前菜开始 前菜吧 那前菜沙拉嘛 沙拉 来来来 那我们一起 这个鸭胸肉确实好像 你慢慢它那个味道 是淡淡的出来的 但是它确实吃起来 好像没有那么多油腻感 我是反正刚才单独 尝了一下这个梨和这个柚子 发现这么弄完之后吧 柚子没有那么苦了 还只好能接着梨的甜味 挺好的 对 因为我们最后 其实有加一些蜂蜜 蜂蜜 对 所以清爽的那种甜味 更多一些 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试试该 尝我们的主菜了 这个看得太漂亮了 不好意思碰它 好嫩呀 这个肉 很好吃 你看姜咸咸蛋 不比生的那个颤 因为它那个 你的主要是一种调味 它本来金枪鱼的 那个香味就很足 然后就搭配了一些 这个盐和这个胡椒的感觉 对对对 我觉得点睛之笔 是在于这个 牛肉骨和这个洋葱 对 这洋葱瞬间会让人 那种很清新的一个 很清新 对 很清新的感觉口腔里面 然后呢 就这个金枪鱼的这个鲜味 香味就立马 让你感受得特别的十足 那最后是不是应该 品尝一下这个汤 对 尝一下汤 嗯 这个汤看着颜色呀 就比外面 咱们在那个饭店里点的 感觉要颜色深一点 嗯 嗯 比较浓 嗯 果然奶味也很重 奶味很足 挺好 你又满满细细的评 会觉得 睡到嘴巴里还会有一些的 小小的那种颗粒感 对 小小颗粒感 对对对 就沙沙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我们过程 没添加任何东西 就都是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 也尝不出来红萝卜的味道 嗯 嗯 这个还挺好的 平时你可以多吃一些 然后这样对你的干会很好 哦 对对对对 太感谢感谢了 可惜可惜 无以回报 我之后大口大口吃了 感谢你 对对对 好 就沙沙应该学会了 下回同学去 或者给他们做这个 对 你心情就不会那么不好了 是 你看我生活的 都有情调是不是 对 下月下次 有解酒呢 其实奶对干也很好 这其实就是喝多了 一是难受 但主要是对这个 干的损伤比较大 对对对对 难受的话你明天就好了 但是干的话 你不是明天就好了 对得养一养 对对对 所以要吃一些对干好的东西 好像长期饮酒会有一些的 这个比如脂肪肝啊什么 酒精肝啊 酒精肝啊 这个就是长期喝大酒 对干是非常不好 所以饮酒一定要适量就是 少喝吧以后还是 这甜蜜蜜会喝这么多 是是是 再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南瓜 我知道它比较养味南瓜 但其实它有护干的这个作用 我还是头一会知道 还真是 对这个南瓜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就是 对干呀 包括酱糖啊都很好 那我要直接蒸呢 蒸也可以啊 但是蒸南瓜没这么太多味道 就像就蒸白薯啊 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 太单一了 太单一了 我们还有胡萝卜 胡萝卜也是有一半也可以 这个动作平时可以做 但是喝完酒以后千万不要 对啊 太危险了 就这个 你般人哄不过这个 这个不要生意模仿 胡萝卜对人身体好像也挺好的 对 因为其实伤肝的话一样会伤眼 我就说嘛 就是原来这个伤肝也要伤到眼睛 对啊 所以喝完酒你会看得不太清楚吗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南瓜 还有胡萝卜煮一下 那来烧一锅水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喝完酒第二天 就自己做东西 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但是又不能不吃 不吃的话好像养不了 就光空腹的话 会反而那个适得其反 是不是 当然啊 当然啊 要吃东西 一定要吃东西 对 一定要吃东西 这个胡萝卜酒切 切段 都可以 都切块就行了 都可以 先咱先煮 先煮 对 然后煮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香芹 就香芹 对 香芹 直接放进去 直接放进去 然后还有一些枸杞 枸杞 对 都是补一些的 够羊的吗 对 你需要补一补 哦 好 我们大概煮15分钟 这个煮了15分钟了 OK 没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拿出来 我们给它 打成泥 打成泥 打碎 我感觉今天在做的是病号饭 喝的是流食的感觉 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汤嘛 先暖一下胃 是好像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做的 这个感觉不像是那个 就是酒后也能喝这些的 同时就是比如说 可能生病啊 或者觉得身体肠胃啊 不太舒服 喝这个也非常好 都可以 都可以 平时都可以 嗯 这个菜就不用放进去了 嗯 主要是把刚才咱们切断了的 那个南瓜 胡萝卜 胡萝卜 然后还有一些枸杞放进来 保留这些有营养的东西 对 这油碗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打成泥 然后我们给它放在碗里 可是这个不是奶油南瓜汤吗 对 奶油我们还没有放 哦 我们先把这个南瓜和胡萝卜 处理好了之后 然后再做奶油 对 咱们有没有奶油呀 有有有 这个是淡奶油是吗 对 奶油 这个就可以是吧 可以 嗯 这个打成泥以后呢 接下来做什么呀 我们其实已经基本做好 然后我们但是我们要给它调一下味道 调味道 对因为现在还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放 哦 好 那也要再把这个锅烧热了在锅里 对 我们要再放在锅里 那其实这是我们刚才不是已经做热的吗 为什么 那现在它其实温度是够了 温度够 但是我们要调味道啊 调味道还需要再高温的 如果不煮的话 它味道是不太均匀的 哦 明白明白 就还是要再回锅里面再煮 对 我们加一勺奶油 嗯 随着温度上升这个奶油才会融化得非常的完全 奶油融化了之后我们要加一点盐是吧 对 我们调味道加一些盐 嗯 对 稍微一点点就可以不用特别多 好 对 胡椒也要放吗 对一点点 哦 这里还要放胡椒 胡椒一点点 那这倒其实又有甜味又有胡椒的味道 还有点咸味是吧 嗯 其实咸味很少 咸味少 对 哦 好 这样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就是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是吧 对 我们现在就已经完成了已经 好 来来来 那我们放在这里 嗯 好 谢谢 好的 好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 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缀 我们稍微装饰一下 好好好 哎 这个看着太多了 行 来 那我我我去端上桌子好吗 有问题 好 端上以后我们做下一打啊 好好好 然后稍微加一点点姜油 哦 一点点 对 就直接 对 少油 嗯 少油健康 哎 这会儿这个鸭肉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是 有一点点那个拌着胡椒的味道了 这会儿还要再去吃香才行 对 嗯 这是开始放白铺的酒 我们稍微放一些白铺的酒 嗯 淋上一点 然后这样呢 一点取腥 嗯 然后它熟的有一个快性 哦 催熟呢还能 对对对 但是这会儿就一定油得少一点哈 要不要容易垫出 对对 少油 确实有时候这个鸭肉的这个腥臭味会比其他的会更明显一些 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高度数的酒会好一些是吧 对 切成这种小片就很容易煎熟了 对啊 然后熟了就 嗯 然后其实现在差不多已经熟了就是 嗯 然后我们加一些酱油的 然后我们现在先给它拿出来 然后放一会儿 那晾凉的时候我们就处理一下这个这个是什么菜啊 啊 芝麻菜 芝麻菜 哦 就拌那个沙拉经常会用到的哈 对对对 嗯 好 我们继续做这个鸭沙拉 然后我会用到梨和柚子 嗯 水果 和水果搭配的话 就是好像吃点水果也有点清新的感觉哈 对对啊 呃 高香味素吧 这梨所以这个鸭肉是熟的 然后咱们梨就这样生的一起拌吗 呃 梨也会稍微的让它热一下 也也要热一下 对 切完了之后还要 是要煎一下炒一下 呃稍微煎一下 煎一下 对 把梨煎了有什么好处吗 呃 让它的糖分出来一些 哦 甜度更高了 对甜度更高了就是 然后可能口感也会更丰富一些就是 好 这个梨就是切成这样就行了 对 这个是块也是切块 切块 哦 跟鸭肉差不多大 差不多大 嗯 然后我们切这个柚子 柚子这就不要下锅煎了吧 这水分这么大 会稍微的 哦 也要煎一下 煎点 对 嗯 我们取它的肉就可以了 柚子还要掰碎吗 要 要做这个沙拉 对于这个柚子和梨的选择 有什么呃 必要性吗 就是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 没有没有 没有 只要我们去市场买 好 我们把那个 呃 梨煎一下 然后主要是做一个呃汁 然后一会儿可以配沙拉吃 哦 哦 点橄榄油 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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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这是干嘛呢 怎么这么慢啊 哎呀 陶然啊 你怎么来了 把门关上啊 哎 我天哪 你怎么走路还这样呢 你这是怎么了 哎呦 我 我昨天跟我几个同学聚会 哎呦 我不知道怎么着就可以喝多了 哎呦 你这是喝了多少呀 开始喝这个啤酒 然后他们开始炫富 哎呦 哎呦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绪怎么就不对了 然后就开始跟他们拼白酒 完了以后这几个女同学一上来 还有点小资情调 就喝红酒 哎呦 这些什么都喝了 喝了什么多少我都不知道 哎呦 行了 你别说了 这样吧 我带你吃点早点喝点小米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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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别提喝子 我想吐啊 哎呀 这样吧 我有一朋友 我给他叫来 给你做点什么养肝的东西 解解酒吧 你再歇会儿啊 我给他打个电话 哎呦 哎 我说 你也起来洗洗吧 人一会儿当然到了 咱俩人打打下手怎么的 嗯 不行 就人家回来了 我就这样舒服一点 哎 你看人家来了 你去吧 我去 哎 来了快快快快进来 真是 我跟你说 哎 辛苦你了 我这一朋友喝多了 哎 起来了 人家来了 哎哎哎 哎 你好 坐坐坐坐坐 哎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啊 这喝多了 他实在难受 我说让他出去吧 他也不去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据说你这能做这个解酒的 这个吃的 你要不帮我 我都对对 我都会做两个解酒养肝菜 你这样你买什么我跟你去 你跟人家好好收拾收拾 可以吗 你跟你收拾收拾 没事 别客气 都是朋友 那行 那行 那我再洗净酒 然后那就你们去买点菜 好 回来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没问题 回来你可别这样了 走走走走走 来 好 那谢谢啊 哎呀 我们可回来了 哎呀 都买点什么呀 我这个呀 哎 我先给你揭秘 他这有一神器 什么呀 先给你做一个南瓜汤 南瓜汤 对 因为南瓜对你的肝很好 好 养肝是吧 对 好好好 来 那我们开始做吧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开始了 OK 没问题 这是可以解酒吗 这个 对 因为酒伤肝嘛 然后南瓜会对肝比较好 就是 我还以为是奶 好 那我们做第二个是什么呀 第二个我给你做一个沙拉 沙拉 对 一个煎的鸭胸沙拉 那来吧 好 我们先把这个鸭胸稍微煎一下 嗯 那我 这道就是 这个煎的时候 就是偏稀释的做法是什么 对 这什么火 小火 小火煎它 中火 中火 我的手直接就下你的 真厉害 像这个 肉还不烫 嗯 这鸭肉在煎之前 需要处理一下吗 就不知道能直接煎透吗 我等我煎了之后 还要再切 再煎 哦 还得再回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加一些盐 已经开始要给它入味了 对对对 胡椒粉 一些黑胡椒 那第一遍煎到什么程度就黑了 就是煎到整个的表皮都是硬的 表皮是硬的 对 那这边算是硬的吗 算是 算是 就是这面的这个程度就好了 对 其实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它已经定型了之后 比原来那个肉感觉缩紧一点 对 紧实很多 有些收缩了都 对 这就是定型 对 再加些盐 两面都需要腌一下 对 一些胡椒 胡椒放这么多 对 把它入味是不是 对 要多一些味道就是 对 对 因为鸭羊肉本来好像没有太多的肉味 对 和香味 对 因为它没有油脂 油少 对 你觉得香的肉都是有油的肉就是 对 所以吃这种也不容易发胖是吧 不容易发胖 但就是比如说想护肝养肝的话 对 对 就应该多吃一些这种 对 好 我们切一下 好 这样就行了 对 切一下 就第一遍已经完成了定型 两面都变色了 定型了 对 你还是要给它切一下 我们现在把这个鸭肉切一下 嗯 要这样斜着切是吧 都可以 哦 你看 其实它只是定型就是 这个外表面基本上都熟了 对 外面熟了 其实里面还是发红的 对 没熟 所以我们现在要直接再回锅吗 对 直接回锅 那再煎一遍 对 这一遍的时候就重点要给它调味道 对 会加一些味道 我会 去去它的腥味 去它的腥味